當經驗系統凌駕於分析系統的時候就會發生這個錯誤 導致決策大幅偏離預期選項的結果 什麼叫做理性凌駕於第一系統凌駕於第二系統 就是你都是完全靠你的本能情緒在做決定 而不是靠你的理智 上禮拜還是上上禮拜我畫一個那個 麥格羅的經濟參與者的四種類型 其中中軸上面就是靠理智做決策 下面就是憑情感 憑本能 對啊 那個穆罕默德講過一句話 他說上帝造天使的時候只給了他理智 可是沒有給他情感 對啊 然後造野獸的時候只給了他情感 可是沒有給他理智 唯獨造人類的時候 讓他同時擁有情感跟理智 所以怎麼樣 所以當人你做出一個決策 你是情感凌駕於理智的時候 這時候你是禽獸不如 因為你其實有理智可以控制你的情感 對啊 可是你就控制不了 你就去做出一些貪張污吏 或者是做些犯科的事情 因為你順著你的本能 你很想做就去做了 你沒有用理智控制 所以你連禽獸都不如 禽獸是所以做出的那件事情 是因為他沒有理智可以控制 可是你有你就會不控制 反過來 如果你可以讓理智凌駕於情感 做出比較理智的決策 這時候你是怎麼樣 超凡入陣 超越天使 因為你其實是有一些誘惑一些本能在 可是你去克制他 所以你是比天使更偉大的 這就是這邊講的 你應該要去善用你的理智 而不是用情緒 那你說怎麼可能呢 老師你以前不是說我們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五的決定 都是靠情緒在做的 沒錯 可是你說這個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喔 你要先看這件事情的大小 如果是小事情 那當然憑本能沒問題嘛 你今天去7-11 看到很多飲料 你不小心拿了一罐甜品 阿就喝了 花了多花了二十塊 然後可能會讓你變胖 沒有關係 沒關係嘛 這小事情嘛 可是你今天去看房子 阿隨便看個兩三棟 然後這個房仲跟你 露出乳溝來吸引你 阿你不小心就買了 這影響就很大 所以大事 要特別理智 阿小事其實沒關係 按照本能是OK的 這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 情緒也是可以管控的 理智的作用就是拿來 這個解析你的情緒 當你情緒很濃烈的時候 你要發揮你的後色認知 你知道你現在情緒是什麼狀態 解讀它 然後呢 再去說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呢 對啊 比如說奇怪我為什麼很想要買房子 你就一解讀 乳溝的關係 事業線的關係 你就會怎樣 有警覺心嘛 阿你就會延後做決定嘛 或者是你去把自己做一些預設選項 當你 只要有人要叫你現場做決定的時候 你的預設選項就是說 我先不做決定 我再想一想 這時候你的預設選項就是這個 那你就是都照這個做 你就不用思考了 譬如說只要有人要求你幫忙 你就先拒絕 一律先拒絕 先說不 因為你先說不 你之後還可以再答應他 而且人家感覺更好 他就阿你原本是不行的 現在又可以了 一定是你有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 而且你很願意幫我 可是如果你先說好 你靠本能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人際關係變不好嘛 我們就會先答應別人 本能性的 可是你後來發現說 其實你幫不了 因為你晚上要來上課 你沒辦法留下幫他做這些事情 那你反而跟他的人際關係 會破裂會更大 你更不想跟他 更沒有辦法跟他這個 建立好的良好關係啊 所以理智控制情感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例子